今年迎新活动主题方面没有改变 主要有两个 第一就是让学生更快地认识新的环境 第二个培养他们的归属感 但是受疫情的影响 我们在活动方面做了一些改变 为了让同学们更快地认识新的环境 我们今年特别设计了一系列的活动 其中一个活动 就是在学校的各个角落设置站点 让每个班的同学分成不同的小组 到各个站点进行活动 同时做游戏 通过这些活动和游戏 让同学们了解安德逊中学的环境和历史 同时同学们在小组游戏当中 也可以认识到对方 但是在这些活动中 最刻骨铭心的一个活动 是一个说名字的一个游戏 这游戏是让我们以这块速度 说出对方的名字 这个活动可以让我们牢牢记住 同学的名字 所以同学们更容易地去互相交流 这种方式让我交到很多新朋友 然后让我感受不到任何压力 然后类似这样的活动很多 在这些活动中 同学们就慢慢地建立一座座有力的桥梁 然后增进同学之间的感情 我参与了许多影星活动 这些活动都需要同学们一起合作完成 因此在活动中 同学之间有很多互动 让我有机会介绍自己 认识新的同学 通过这次的银心活动 我学到团队合作的精神 在活动和游戏中 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 大家应该一起合作 共同努力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 就一定可以完成任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